做烧烤里的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香腊鸡蒸绝对算是爆款菜品 肉质鲜嫩爽滑 香腊的口感瞬间打开你的味蕾 吃了就让你忘不了 今天脑底38秒教会里 学会了在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新鲜的鸡蒸 把这个筋萌去掉 这样烤出来更加的鲜嫩 再把鸡蒸顶到切片 这个片的别太厚了 切好的鸡蒸放入碗中 放入葱姜圆虫丝 200克的鸡蒸放入3克的高度白酒 味精鸡粉白糖 各放入5克 烧个小料放入6克在里面 白骨酱放入8克 辣椒面放入10克在里面 用手抓拌均匀并腌制入了 这个鸡蒸不是很厚 腌制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 腌好的鸡蒸用钢签把它穿起来 穿好后的鸡蒸像这样就可以了 鸡蒸上炉之后 先两边轻轻的带上一片油 烤这个鸡蒸大火猛烤 使用快速的锁住水分 烤这个鸡蒸不用烤时间太长 在烤试的过程 快速的翻动使其受热均匀 烤这个鸡蒸争取在一分钟之内把它烤熟 这样才能保证了鸡蒸鲜嫩的口感 烤这个香辣鸡蒸呢 因为是腌制的 不用撒其他料 撒点芝麻起到点缀和真香的作用就可以 就在鸡蒸里吃出去吧 那小儿老闭了 想学烧烤别乱跑 关注老里就对了